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学里边的所有的病都是业力 你要是从佛学的角度都是业力 因为我们就是个夜暴生 你这个身体的病还不都是业力 这是一个角度 那西医就是胆结识 中医是说气脉能量 阴阳不平衡等等 它都是个角度 你不能说它是什么 如果是胆结识 我记得还是在医院治疗 如果已经结识很大了 那就还是去医院治疗 因为中药会有话 也可能一下不是说佛学一下子能给你解决的 就说两句就能解决 那你这个我就可以解决 但你妈妈这个就让她去医院治疗 那这两边说那有种感 嗯 没关系气脉的长痛啊 慢慢的恢复 嗯 但其实现在如果是已经碎石钱 已经满了吗 出满了 嗯 大便什么正常的就有些人 疼吗 疼吗 不疼 不疼啊 嗯 看看吧回去慢慢的 有时候 看看因为你的脾胃这一块转化了 看看那边有没有恢复 也能看看啊 你再等一下 如果是不行就医院治疗 嗯 既然你们母女都想在这都想休息 两个人还有道理吗 伴儿嘛 嗯 我觉得 对修行来说 因为大成佛吧 从来没说一定要你出家 但是呢 所有的你想成佛的话 他是说你让你断银心 就是说 银心啊 就是说这个 心影这一块断不了你的能量 你就永远在漏石 你就成不了佛 但是呢 不是说你修行没进步 你修行还是 就算你银心未断 在修行的过程中 逐渐修 修到五年六年以后 就是坚持定力啊 念力啊 绝招力啊 就很强 就算你说 我没断了银心 没成佛 但也是个菩萨 是个 就是说在 人世界做事啊 什么很有魄力 很有定力啊 你是说 以最终极的 无上正等正确 这个果位上来说 那你的断银心 因为你出家不出家 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 你的身体不好 然后呢 我建议你在家修虑好一点 你出家嘛 还有人照顾 人家出家也要随重了嘛 他是前一阵子 他心形不足 他自己 觉得不自在 说出家 算了 你回去 这一次 我帮你清理完以后 你回去 过这个再考虑这个问题 你可能又会 不一样的抉择 四月是个缘分 就是说 你去四月 不是你接个庙 你的目的是修行 不是住四月啊 你是在哪程到 但是说一直一个四月 如果四月里边 方丈也吧 出家人也吧 对你们很好 有一个四月 住在那一直 这个四月就是一个地方嘛 去修行 四月也有 有四月 他就有道场嘛 里边就不是 只住你们两个吧 那还有其他出家人的 就算你当方丈 那也要利益出家人 整个早晚课啊 修行啊 空花佛寺啊 这些都要做吧 这个只不过是 另一组出世的事业了 就成了一组工作了 你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想成佛 还是什么 搞清楚 都要想成佛 这个好好修行 这些东西 方丈也不能诱惑呢 你不能 人世界的名利器不诱惑了 出去方丈的位置诱惑了 你这不有一样吗 去绝照自己 到底是想 看对了这个寺院 是看对了这个方丈的位置 或者是看对了 觉得 你有使命感 折日感 想去做一个寺院 看看内心自己的眉毛 或者自己的 到底想干什么 知道 想得清清楚楚的 或者出了家也很多 也有利缘的 嗯 你也会迷惑的 那你在还俗嘛 想你现在一塌糊涂 恨迷失 是吧 是吧 我可以说给你选择 出家还是在家 但是路上 更有利弊 知道吧 你问我 我是想知道你成道的 不是知道你出家 或者怎么样 是选择 更有利弊 在家是在家的 出家是在家 他要没结婚 为啥没有可能呢 他要没有结婚 又没有女朋友 又没结婚的话 也有可能 这世界什么都有可能 我也可以回家工作 成道工作 可以 你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出家想清楚 别出了 过来结婚 我可能想错了 也挺麻烦的 这件事 炸针啊 那你不要炸嘛 为啥要炸呢 你现在吃酱鸭鸭吗 你是怀疑他不是 比如在医院吃 你这个血压 因为高血压很多 你这个血压 有情绪 太情绪化 情绪稍微拨斗一下 或者有个今天 说他骂我 或者是微妙的有点 要马上就不行了 你这个主要是 神经系统影响 那有的人有肾脏啊 肝脏有关 心脏有关 但你那时候主要是 这个经过者 还有你的烦啊 情绪化 就是有些 有些 如果是从事情上去解决的话 就是没有附体 不是附体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 也不是什么因果 也就是神经系统 自己对这个世界 有些情感 或者有些认知上的 嗯 嗯 嗯 有一点关系 但更年期有很多 都不是说每个都有高血 嗯 但更年期只不过是说 你情绪容易波动 嗯 好好休息吧 你这个休息也可以 安心 嗯 你这个不是什么附体 没有什么危险啊 安心就行 安心不要抱怨 不要憎恨 就是多宽容啊 嗯 多宽容 自己血压就好了嘛 伤心的 觉得 这世界那么多坏人 我能不生气吗 是吧 我这个 这个倒不是你心量想 这世界我告诉你啊 这世界真的是有坏人的啊 但是有坏人不代表你伤心啊 不是了 我们叫五桌恶事 你做着五桌恶事 要学会不受伤害啊 我一直说呢 咱列不出金刚不坏啊 这还没点大成慈悲心啊 咱金刚不坏 说送送送送送 刀皮案件过来了是吧 虽然没穿房贷也没穿 但是你能够宽容他 是吧 大致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能力 阻挡人家 你改不了人家坏 你也改不了 有些人家就是坏嘛 就欺负你啊 看你不顺眼 人家就想骂你了 就啊 坏人是有的 坏事情也是有的 地震海啸也是有的 千灾人祸也是有的 旦夕祸福也是有的 什么都有啊 放在这儿 但是我们怎么活得更好 是吧 修行修 修到一定时候 他就他坐在五周恶 是可以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 我们虽然享受不到极乐世界 是吧 我们可以不受伤 慢慢的不受伤 哪什么不受伤 如果你有功夫 当然你可以如如不动 阿罗汉是靠定力坐在这儿 但是我们没有啊 我没定力啊 没定力 然后随时被静转 然后本能的被转了 那很伤心嘛 很生气嘛 但是慈悲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定力的时候 就转化成你 你极度的善良 你就善到极点 没关系的 你说我善 凭什么我善啊 我善良 我凭什么宽容他 诶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善到像水流一样的 慈悲道就是水 它是善不到水的 就柔软慈悲道 就是你虽然你对慈悲 还理解不了 还有没有 因为我们慈悲里边 没智慧 没力量 所以我们的慈悲 不是大慈大悲 只是善良 善良的一种升华 善良的宽容的一种升华 但是呢 你修行 如果但是要定力和修行的话 慈悲里边就有了无畏力 就是有了力量 有了智慧了 但是刚开始慈悲 只是有情绪化的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但是我们都善良 因为休息的基本上都善良嘛 是吧 大家都想好嘛 你善良 肯定人家那个 邪还在那儿啊 有些人 人家不休啊 人家我就这样子 是吧 我就弱肉强食 我就欺负你 是吧 人家就是老虎 你要变成小绵羊 人家就要吃你 是吧 那你怎么办 在没有力量 没有定力的情况下 又没穿风 又没有准备好防袋衣啊 什么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受伤的时候 我宽认他 慈悲他 慈悲无敌 因为你心中没敌人 是吧 你就可怜他吗 你就说谁骂你 你就说你看你太可怜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不慈悲到 也不可能揍他 说是造口业啊 说 但是你这真的是无名啊 是吧 你无缘无故造业啊 是吧 你在那儿造逆缘 是吧 就是你 这达成到最开始的发现就是 你可以宽容他 慈悲他 嗯 嗯 我们经常说 嗯 不跟他一般见识 嗯 嗯 有度人的任务啊 可以啊 每个大成道去 每个修行者都有度人的使命 每个大成菩萨都是将来都要和代入来 就要昏扬佛法普度众生的 每一个大成菩萨 因为从发现就开始已经有这种使命感了 等你成道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这件事了 是吧 有啊 每个都有啊 怎么没有 嗯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自堵 是吧 要自己自强自力无味 嗯 要把自己站起来 不管你是站在四月里还是四月外 要坚强 但是我觉得你出家的音乐 有些都只是感觉 在心性上还不够 嗯 嗯 嗯 当你出了家遇到了有缘众生 你一动神谣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因为你的心性上的都是也还没达到那个 就是被这个世界夜灵 嗯 假如来了一个男孩子 啊 你是你的上一世有缘 因为你还不是 你还看到 看到男的男像女的 你还动嘛 晃动 然后你心动是要 因为我在建律方面 你会觉得挺辛苦 嗯 嗯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说 哎呀 我不晃了我再出家 也不是这样的啊 只是有时候 你不觉得有些人出家 那一刻 他的决心 他那种决绝 跟这个世界的 拜拜 那种 拜拜了 那种感觉 你没有拜拜的感觉 你没有对这个世界说 拜拜 是吧 我要拿出这医生去清灯 城中木骨的去过那种生活了 去 但世约现在也是红尘 也很丰富的生活 但是 但是 但最起码对情感这一块 要拜拜了 哦 是吧 你还没有 你还考虑 复婚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 结婚不结婚 找不着男朋友的问题 找不着工作的问题 这么多问题 你还出啥家呢 是吧 明明是个标准的 红尘湖上嘛 哈哈 他能当当在红尘生活 几年想出家再说 嗯 出家随时以后也可以出的 嗯 不消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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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